好,彭祖百季最后四个生肖了 那个身,身是树身,水深层,体悟皆清,日入 太阳已经开始要入到这个底下了,三点到五点 我们彭祖是说身不安闯,鬼祟入房 因为什么呢,这个时候是天地匹挂 也就是说我们还记得这个阴历的七月十四,这两天 反正阴历这个七个月,七月主天地清明 同时阴已经占据了一半,阴不断的上涨 这个时候呢,阴气,对吧,鬼门一开 所以说,你这个时候就要注意这些东西 不要按床,不要动床,这个时候还是稳定一点 此时就是这种气场 有呢,叫布什,这个时候是补一顿让你该吃饭了 古人就是上午七点到九点时时 这个再补一顿,这两顿饭 而且早上吃的要更好 果实酿酒草木聚收,这个时候就什么都成了 但是恰恰告诉你,有不宴客 最做癫狂,这个时候说不让你喝酒 然后因为有这个加了三点水就是酒 那你说什么时候喝酒呢 如果像古人早起也不能喝酒 实际上早起是卯食不让喝 如果沉食呢,相对会好一点 但是呢,就是总是不要多喝 那比这个晚的话更不要喝 因为酒它需要耗散 这个酒劲儿,厚劲儿十足 尤其现在人都喝凉酒 你喝热酒还是会好一点 来的快去的快 也知道自己多大量 那你要是 那晚上吃饭这么晚 甚至还什么夜休 就是一晚上你绝对是休息不好 都一起来什么样子你就知道了 可能很多喝酒的都明白怎么回事了 就是戒不了 那虚实呢,就黄昏了 那这个时候太阳一定是落沙了 所以古人在这个时候就让你睡觉 你跟着太阳走 连太阳都睡了,你还不睡 你比太阳怎么样 现在有了电灯,网络,娱乐 各种手机,电视 就不睡了 外面是火树烟花 不过节它也是这样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人呢 他就静不下来 这个时候让你稍有疫情还可以 因为害死下一个时间一定要睡 那这个时候就调解一下 还可以 那但是也是以安静为主 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几乎现在都走到 年轻的 曹公凋零,生气绝灭 这个时候已经是山地搏挂 马上最后的羊也该没有了 所以让你不吃犬 所以让你不吃犬 那这个狗肉它反而是 狗是火酷虚酷 那反而是这个火急旺的时候 所以羊不让你吃狗 这个说的很直接 这个时候就因为狗也被你吃了 这个时候就因为狗也被你吃了 羊的被你吃了 阴的也又来了 总之你自己去议会 害死人定该睡觉了 阴气和煞 羊权收藏 这个时候没有羊了 让你彭祖说 那害不嫁娶 避主纷张 因为这个时候羊权都没有了 就是全阴之挂 孔挂 所以说你娶 这个时候就不立男子 没有羊气 公家行不行 那家总得有人去吧 你反正这个时候就多注意了 就不太好了 分招可能就 就另换易主了 为了不要换 我们就是